这几个步骤我们就分别把这个完成 那你会发现在模拟器里面就可以run了 所以第一个先新增一个专案 所以以后的专案就是这边一个new project 新专案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我刚刚这个专案就已经产生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就是再把这个素材 把它这个 素材再把它上传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那个画面的设定 那一样我们总共五个步骤嘛 所以刚刚是一嘛 新增专案 这个是二上传 那三的话呢 就是再把这个 我们需要用到的这个什么的 叫做一些元件 按钮嘛 所以按钮在上面 使用者界面把它拖一个按钮 你可以把它拖拉到这边来 它会有个按钮 那按钮的设定在这里 这个把它拖拉过来 这个可以按拖拉嘛 然后你可以把它放过来 这边就有个按钮一 名称看你要不要需要修改 如果不修改的话 你就用预设名称也OK 然后呢 这边当然有高度跟宽度都填满 然后把图放进来 那不过你会发现 最后好像有一个地方感觉有点bug 什么bug 它这个做完之后 这边会叫嘛 上面这边有个叫什么 按钮一群 文本 有没有 你会发现 这个有点怪怪的 它多了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因为你这个按钮上方有 有一个属性叫文字 这个文字的话 它会预设有一些字啦 所以很简单 你就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OK删掉就可以了 其他应该就不需要改了啦 因为其他的话 我想我们都用不到 所以按钮 那声音的话是透过这边的多媒体 有没有多媒体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声音拉进来 当然你会发现 它里面提供的功能真的非常多 有没有 除了有音效之外 还有音乐播放 有没有 还可以照相 还可以录影 哇一堆 甚至如果你要做一些什么动画啦 真实上有地图 它也可以结合进来 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多东西了 还有这些东西 还有感测器 所以它其实真的能做的事情 真的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刚刚主要是用那个多媒体 把这个拖拉过来 然后把它设定一下 所以这个音效仪里面 大概就是给它一个播放什么东西 OK 好 那其他应该就OK了 OK完之后就是程式设计啦 所以就是照我刚刚的逻辑 点这边 当按钮被按下去的时候 不过其他当你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别的 当然可以啦 比如说你的动作 如果是被点下去 当然 可是如果你不希望说按 稍微点一下它就叫 而是长按才叫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它被长按 就是它按住不要放才会叫 如果你点它它不会叫 那你可以有不同的效果 或者是说啦 你可能点一下是一个叫声 长按的话又是另外的叫声 可不可以 你可以做不同的这个动作 会有不同的这个结果 那我们刚刚是什么 把这个拉过来 然后让它发出声音的话就音效里面 把音效呢 把它放一个什么呢 一个播放 OK 那另外你会发现 除了说播放之外 其实这边好像还有什么震动 有没有看到 所以如果假设啦 不过震动模拟器可能没办法震动 因为它那个震动的效果不像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再增加震动效果的话 你是可以把这个放到这边来 有没有 它除了会播放之外 它还会震动 不过你可能要用真实手机才能测 但是你会发现 它的震动呢 这边还有一个缺 缺一个 缺一个表示说 你这边可能还需要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几秒钟 那它的单位是毫秒 毫秒是一千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 所以你这个后面可能还需要拼一个什么 拼一个 你要让它震动几秒钟的一个数字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 你如果假设要想到数字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数字的话应该我记得是数学 数学里面的话是多少的数字的话 数学的第一个就是一个数字 所以你就把这个拖拉到哪里 拖拉到这里 然后跟它讲说 我要让它震动几秒钟 如果你要一秒钟就一千 两秒钟就两千 三秒钟好了 帮我 因为它汪汪叫应该也三秒钟 OK 那就让它震动个三秒钟 那就可以再把它加上去 这样子就可以除了会叫之外 还会震动 这效果其实就蛮好的 最后如果你要切回来的话 你就再把它切回到画面编排 这样就OK了 其他应该都OK了 然后今天的作业 基本上就是第一个 你把这个APK下载下来 缴交 这个就是安装档 第二的话就是缴交什么 这边有个专案 专案里面有一个什么叫 就是叫存档 出称专案 然后底下有一个叫什么 导出专案的点AI 就是这个 所以可能要交两个档案 一个档案叫点APK 一个档案就是叫点AIA 所以我们把它导出好了 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这边就有个点AIA 所以你们 假设以我这一题来看 我就是交这两个 一个是 因为我取的名称叫Dog02 所以这边的话就有个叫Dog02.AIA Dog02.APK 当然你这个不一定要叫Dog02 因为我是因为Dog01已经有了 所以我就取Dog02 好 那如果假设吧 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放个按钮 感觉意犹未尽 我希望多几个按钮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你说只有狗没有猫 感觉好像这不热闹 所以希望再增加一个猫进来 对不对 可以啊 怎么加 很简单嘛 第一个 一样 你去找到那个什么 猫的图 下载 当然你不见得用我的 如果你觉得用我的 不OK 你没办法做别的好了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一样嘛 所以假设我们猫已经有了 有它的图 有它的这个声音 那接下来如果你要把它放进来的话 记得哦 再把它切到画面编排 刚刚是这边嘛 切过来 然后呢 让它可以上传这两个 所以一样嘛 又回到刚刚的步骤 所以等于是刚刚的第二个步骤 先把它上传素材 然后呢 可能还是要一个一个把它上传 就是先CAT的一个声音 按确定 然后再CAT的一个 这个图 图在这里 CAT 这两个把它上传 好 那上传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这边因为呢 已经有一只狗了 那猫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就使用者介面这边 再把猫 看你要放上面 放上面好了 拖拉过来 你如果放上面就是这边 如果你要放下面的话 就把它拉到下面放开 它就在下面 看你要放上面还放下面 好 那接下来的话 一样 就是再把这个按钮 的几个设定 把它做变更 但第一个 把文字里面删掉 跟刚刚一样 不然它会出现那个什么 什么文本 文本2 这个这个 那图的话就是这个CAT 然后羽毛 把它挤到 那所以呢 你可以什么 这个的话 高度 它我们刚刚说填满 好像OK 可以填满 它好像会自己 可以 用填满 或者是说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比例 比例 就是它的高度 高度各百分之五十 上面五十 下面五十 可不可以 各一半 或者你用填满 我刚刚看一下 好像填满有OK 用填满比较简单 其他还有哪些要改 好像就OK了 等于是步骤跟刚刚类似 一只狗 一只猫 然后再来要做什么呢 现在按下去应该是不会work 所以如果希望它按下它的时候呢 让它播放什么样的音效的话 目前这个是播放狗嘛 所以音效再来一个 所以音效的话 我希望按下它之后呢 帮我播音效二 里面的话 就是那只猫的叫声 按确定 这样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假如说你有几个音效 你就几个那个什么 这个图示 然后几个按钮 对应到几个音效也可以 当然其实它可以用 外部再去选 你不用那么 不过其实这样比较简单 好 OK之后的话呢 我们一样就完成 所以等于是 再多增加一个按钮 叫按钮二 音效二 把它稍微改 那再来就是程式部分 程式的话就是 程式设计 就是当这个按钮二怎么样 被按下去的时候 所以写到这边 去播放 音效二 里面的声音 那怎么播放 就是这边有个播放 把它拖拉过来 放到这边来 OK 然后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其实也可以再去切换 音效一 音效二 不过 我们主要是音效二 让它播猫的叫声 至于你要不要震动 我觉得到无所谓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震动的话 你大概可以从这边拉拉 不过有时候我偷懒 我会按右键 这边其实有一个什么 它也叫复制 复制程式方块 如果要长一样的话 我懒得再去找 那个功能在哪里的时候 我就让它复制 然后把它拼过来 然后把它修改一下 这样好像比较快 有时候你假设偷懒 甚至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按右键整个复制 然后再去改这个上面的 其实这样有时候也更快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最后一样 就把这个把它打包一下 一样下载那个APK 那它一样就是会帮我把这个APK 安装程式把它装好 然后接下来一样就可以把它下载 然后放到月神模拟器去放 理论上应该这样跑 应该是不会太大问题 甚至刚刚有那个震动 我是建议你干脆装在你的手机看看 应该比较会有那个震动的感觉 OK 这个效果可能还是要真实手机 才有办法try的出来 不然的话你模拟器这个怎么震动 它震动可能它也没办法 让你 除非它那个是说晃动吗 也不太可能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来看一下